上禮拜我们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呢 因为本来是往后面讲 不过后面的东西难度又比之前的更困难 所以我想一想还是 也许我们就是找比较前面的部分的东西 难度稍微低一点点的部分 来跟各位做说 那里面的话当然就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是 比如说等于是有点是复习 那个VBA里面的两种方法 一个是SUB SUB部分的话基本上对应的就是一个按钮 我比如说按下去 它会自动把你全部做完 那一定就是在VBA里面 插入一个SUB的程序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制定函数 那制定函数 它这个用途基本上就是你在 Excel里面呢 如果你要插入这个 插入函数的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在 比如说你要 在你的那个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个你自己量身定做的相关的函数 你可以从十六种定义里面去找到的话 那你这个地方可以利用那个所谓的制定函数来帮我们完成 那这个制定函数呢 除了说可以在Excel里面的使用者定义里面会出现之外 它也可以在VBA里面被使用 所以基本上制定函数 它的用途其实还蛮广化 上个礼拜有用一些实际的范例 让各位了解 那其他的话就是 如何制定表单 那表单里面的话 它有一些相关的元件该如何使用 比如说在那个我们的 开发人员里面 你按下右键有个插入制定表单 它会让我们产生一个新的表单 那如果上礼拜的部分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点它两下 把它开起来 那里面的话当然工具箱里面 就是我们可以用到的相关元件 比较常用的大概就Label 就是这个标签 还有就是说那个Testbox 就是让使用者可以输入一些东西的一些 一个文字方块 或者是下拉清单 那比如说是性别 那其他还有像比较 也许我们还没有用到的 像Listbox 就是一个清单 它跟那个CumboBox最大不一样是 CumboBox是收折起来的 那Listbox是整个就已经打开了 所以这个地方两者先不要大家猜 那这个Checkbox是 假设你需要让使用者多选的时候 可以用Checkbox 或者是Option 这是单选 那诸如此类其他 甚至是后面有常用像Image 你可以把这些控制项 如果你懂得活用的话 其实可以做出一个 还蛮专业的一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 不过常用大概就这些功能 我讲上面这个部分 那上个礼拜主要是借由 比如说你不希望让使用者 随意任意输入资料之后 产生很多的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设计的一个所谓的表单 那上个礼拜我们做了一个表单 比如说 那可以透过启动表单把它叫起来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想要让使用者去输入一些东西 自动填到我们的那个 就是表单里面的话 你可以比如说输入一个 那当然这个地方你还可以去做判断 判断它到底 输入的资料到底是不正确 那这边有个性别 这个性别的下拉清单 可能是由我们工作表的某个范围 自动自动把外部的就是资料呢 直接放到这个清单里面 那按下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把那个 第一个当然把它的标准底都算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帮我把五个资料呢 全部都帮我新增到这个地方来 那就完成就上礼拜讲的 按确定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上礼拜是 去抓到最下面一列 再加一列 所以等于是再加一 把这个这一列的数字加一 那把 就是做完的资料 把它新增过来 OK 那 今天的话呢 也许我们延伸出去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如果我希望 假设 我们 这个Excel有很多人同时输入资料 那可能一个部门里面 很多人同时输入资料的时候 会有个问题 那如何汇整 假设这么多人同时输入 那比如说我要把 每个人的资料全部合并在一起的话 那用什么方式会比较 比较简单 而且比较不容易发生错误了 那这个地方当然通常 一般性的解决方案就是 再利用资料库 可能也许在我们电脑里面 像Office里面有Access 可以帮我另外再新增一个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呢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共用资料库 大家把自己的资料呢 写一份到那边去 然后把自己旧的资料给删除掉 大概会有这种做法啦 那可是因为我们这边的电脑有个问题 就是说呢 我们或者是说其他公司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Office里面 早期都会顺便买那个Access的授权 但是呢 越来越多公司怎么样 你受限于经费的问题啦 其实你有没有买Access的费用 其实差很多 甚至一台授权可能差超过一万块 那这个时候当然公司就会考量 那到底如果我今天不买Access的授权 可是如果我今天呢 想要做到像那个 有资料库这相关的功能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 那这个我也很伤脑筋啦 因为这里面有Access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案啦 因为除了用Access之外 现在用的很普遍的 就是有一个 就是应该算自由软体啦 那自由软体当然 它的重点就是说 你不要用在商业用途上面 基本上 它都是 它都是可以让你使用的 那不会有费用的问题产生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有一个资料库 那不过这个资料库 跟Access比起来 其实相对的 是稍微比较困难一些些啦 因为它等于是 一个 可以拿来当成是 一个架式一个网站 架式一个网站使用的一个资料库 那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 除了Access 我这边在其他地方有拍照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 之外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MySQL MySQL这个 这个资料库 它的优点就是说 比较没有费用上的问题 而且中小街还蛮喜欢用它的 那它一般是会配合其他的软体 那你就可以利用它 它使用起来 其实我觉得也还 虽然说它的难度 稍微高一点点 可是感觉起来 如果你照着我的步骤做 其实我试了一下 大家也没有花多少时间 就可以把MySQL 它其实是一个资料库的一个伺服器 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架设起来 那里面的话 有哪一些重点 不过 它里面 架设这个伺服器 难度其实是应该 理论上比Access高很多 然后怎么做 其实我这边有一些图示 你只要照着这个步骤做 理论上 要把那个MySQL 资料库架设起来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那我大概讲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有个资料库 假如说呢 第一个 如何架设 大家等一下会讲 第二个架设好之后呢 那你需要用什么样的技术 可以把我们Excel里面的资料 再超一份资料 比如说有输入这么多资料 我怎么样把这些资料 写到那个MySQL资料库 那写完之后的话呢 可能也刚开始可以测试了 测试一笔 然后测试多笔 测试完之后呢 可以把资料全部写过去之后 再把我们旧的资料给删掉 那也许将来 大家都把资料写过去 如果说你要查询的话 其实就查资料库 那个部分就好了 所以等一下我会说明一下 怎么去使用这个 这个MySQL资料库 那在关于资料库部分呢 其实它重要性非常的高啦 你在工作上 基本上都会遇到资料库的相关问题 那资料库里面 第一个 我要如何跟资料库做沟通 那资料库的沟通方式 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要跟资料库沟通 它有一个标准的 基本的一个语言 如果你要跟资料库沟通的话 记得就是 你只要学会一个叫Seql的语言 这个Seql语言 如果你会的话 几乎所有的目前市面上的资料库 你都有办法去跟它沟通 因为所有的资料库 它都有支援Seql的这种语言 这个有点像是资料库之间的共通语言 这有点像是你出国在外 你应该选哪一种语言比较好 那你可能至少你把英文学好了 那沟通上面至少就比较不会有太大问题 那Seql语言里面的话 大概有哪些重点 我们等一下也会讲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呢 希望跟MySeql沟通说 那我希望新增一笔资料 怎么样新增 这里的话可能有相关的语法 比如说insert into 这个如果你之前有学过Seql语法的话 我想这应该是最基本的 OK 怎么样跟资料库沟通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呢 那Seql怎么跟MySeql沟通 MySeql跟Seql是两个不同的软体 一个是伺服器端 一个是客户端 那两边怎么做沟通 所以这里的话呢 恐怕你们可能要多学一个东西 叫做ADO 这个ADO有点像什么呢 Eseql里面的外挂 就是说呢 本来 Seql是没有办法去存取外部的资料库 但是呢 总要想个办法 是不是可以让它跟资料库之间沟通吗 那其实 微软就有帮我们增加了一个 所谓的ADO的外挂 那这个外挂 基本上就内建在我们Windows里面 所以你只要把它叫起来 它就可以有个功能 让我们可以跟资料库做过 所以等一下会用到第二个 这个技术就是 所谓的ADO 所以第一个也许 未来啦 当然因为我们这门课 不太可能非常具细迷的 把Seql语言讲得很深入 但至少会跟你讲是哪些重点 第二个是说呢 ADO我要怎么样去跟 就是资料库沟通 那可以借由ADO 帮我们 本来也是有 它不能够跟资料库沟通 但是借由这个ADO外挂 把它挂上去之后呢 它就可以跟资料库 它有点像是一个接线生 本来不行的 本来没有办法连线的 那可以借由ADO帮我连线 然后呢可以把我要跟资料库沟通的 这相关的命令语言 就是Seql传给他 他就帮我做完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假设说要把资料 像比如常用的也许是除了新增之外 还有查询 查询的话呢 也可以下一个命令给他 我需要捞 比如说里面 是女生的资料帮我捞回来 那你也可以下一个Seql语法 把那个资料给捞回来 不过后面怎么做 也许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那这个部分的话 有如何去沟通 那除了说有insert之外 新增select 那其实还有修改 update delete 那实际上 如果你对于资料库的存取 我想这个最基本的 四个主要的功能 如果你熟悉的话 至少你在使用Seql的资料库 应该至少没有太大问题 那后面的话也许 我们大概就是 我有大概设计了几个方向 也许就是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练习 跟MySeql资料库 怎么去沟通 先测试一下 写一笔资料过去看看 如果OK的话 那可以把全部都写过去 也许我先把最下面这一笔 写到资料库看看 如果OK的话 那就全部 全部写过去 那全部写过去之后 再把旧的资料给删掉 删掉之后呢 再从资料库里面 再把资料捞回来看看 然后最后的话 再删除 MySeql里面的资料 大概会有这几个步骤 那底下的话 我也把那个 这个需要的程式 已经把它写上去了 不过等一下 第一个可能会遇到问题说 那我要如何建置我们的那个 MySeql资料库 这个部分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 SS资料库 所以我就用MySeql资料库来代替 那MySeql资料库 它建立的方式呢 请各位特别注意 请你到那个 我问题01这个资料夹里面 找一下 在那个最下方会有一个叫做 这个XAMPP 这个叫SAMP SAMP 这一个资料夹 请你把它下载下来 SAMP 就是XAMPP 这个开头是这个 你把它下载之后的话 也许我下载到低碟 那如果 当然第一个 我要先架设它了 那架设的方式就是 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记得把它做解压缩 不过解压缩特别注意 如果你的电脑 跟我一样的话 请注意 如果你是RAR的话 注意 用解压缩字词 OK 因为 等一下要执行这个SAMP 这个 这一个安装的时候 请特别注意 这个外面 你不要解压缩出来之后 它还有中文名称 因为它对那个中文名称 非常敏感 如果你外面这个地方 有中文名称的话 可能会有 安装失败的可能性 OK 那待会的话 我们会利用 这个SAMP 它这里已经是 全部都帮我打包好 里面 甚至还有包含 网站的伺服器 等于是说 这个SAMP 我们主要是用它的 MySQL功能 你可以拿它来说 甚至可以拿它来 架伺服器 架云端 资料库 其实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 只是主要使用它的 那个MySQL功能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把它解压缩之后 那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说要先把它setup一下 这边点进去之后的话 要安装它 特别注意 这个很容易 只要你那个步骤做错 很容易就会安装失败 特别注意 它其实是非常敏感 尤其是你资料夹 常常我有讲过 同学 按解压缩 记得解压缩 字词 确定一下 外面不要什么 还有包一个中文名称 那把它打开之后 记得就是 执行 执行setup 安装它 点两下之后的话 请你把它按执行 这个时候呢 它会出现这个讯息 有没有 它这边出现 它大概等个一秒钟 请特别特别特别注意 等一下那个 因为即便我做了 很特别 就是想 就是已经很细 细部的跟位置 但是还是会同意做错 记得 把它解到低叠 不要有中文名称 再来执行setup setup那个 那个档案 那执行之后 我还没有 setup底线 那个sample这个 把它setup就安装了 那请记住什么状况是 安装成功 请记住 这个底下如果出现什么 have fun 表示恭喜你 你have fun 意思就是 对你成功了 have fun 就是享受 enjoy这个环境吧 那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安装完 安装完之后呢 那等同是 你现在已经把那个 一个伺服器 装在你的电脑 那其实未来 你先像这个sample 能够做什么 如果说你的电脑 有随时打开着 24小时打开 它就是一个伺服器的 所以任何电脑 也可以连接 它也可以当很多 这个伺服器使用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做完之后 第一个have fun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你就是再去打开 特别只有 第一步是setup 第二步呢再看到有三个 这个图示的最下面 control 控制这个 然后呢 你就把它打开来 如果have fun之后的话 就把它执行起来 那执行起来之后 做什么呢 注意哦 这边一个start 谁有没有 你就start 那这个apache是一个web 就是网站的伺服器 这个myseql 就是我们的资料库 那请记住哦 等一下哦 这个两个按钮 请你把它启动起来 先启动apache 这个apache不是那个 那个 前一阵很红那个 可能是说同音还怎么样 这个是apache是一个 网站伺服器 这个是目前占有率最高的 那你可以拿它来架设网站 不过我们主要是 要拿它来做 我们myseql的管理 ok 所以这边请你把它启动起来 stop 那这个时候 它会出现这个 防火墙 有没有 因为我启动了 这个网站 请特别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看到这个画面 请务必一定要点选 允许存取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点它的话 后面就可能不用玩了 因为 没有启动 这个允许存取的话 那后面呢 等于你就没有办法 把这个网站伺服器 给架设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个 允许存取 ok 好 第二个的话呢 你的APA 已经 这个 这个启动起来了 那再来就启动你的myseql 按下去 那这个时候呢 理论上也会再跳出这个防火墙 允许存取 ok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myseql呢 也启动起来 这个画面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呢 已经启动了 ok 那将来呢 如果你要关闭 就stop 把它关起来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因为 我们电脑里面 没有SS 所以我再用这个myseql 把它拿来代替好了 不过myseql的话呢 它的困难度 稍微高一点点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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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